记者王杰台南报道,冬天最期待的节日耶诞节,各种消费活动都会推出耶诞节赞案,或是摆出最有耶诞气氛的耶诞树,不过国内看耶诞树却没有飘雪,令人觉得耶诞景一味。 但是台南的百货公司听到了引进无毒的炙雪机打造耶诞村让人造雪花洒满整个百货广场,业者指出人造雪在耶诞节前每个周六日都会洒雪,欢迎民众来打卡留念。 百货公司独家推出人工造雪机将在几日起的每周六日的下午六点到晚上九点,整点广场都会下雪。 下雪机开放时间一路到耶诞夜当晚,绝对会给民众最有气氛的耶诞节。 昨日广场的耶诞树点灯,同时打开下雪机,民众看到惊呼好浪漫,纷纷拿起手机自拍。 业者指出百货广场的耶诞树提早一个月前点灯,除了全国领先的造雪机外,还以专柜品牌打造耶诞村,拥装制艺术与消费者一起过节。 另外,今日的点灯活动百货广场中临时架起了耶诞老人小屋,民众也热情排队领取神秘礼物。 其他的百货业者指出,耶诞活动目前还在规划中跟往年一样有全台南最高的耶诞树。 另一间百货则表示,该间百货的耶诞活动是创管三年来首次举办,活动内容将要保密。